有一些工庫的大廚不就不能亂來大樓 為了持用的美觀 跟二次環保局 沾對亂打的圍規的工庫末 近兩年就聽讀超過三十七萬塊 這些工庫主要都是 房屋買賣 通水共 跟這個領路頂頂為主 這個環保局透過鑑識期的系統 依恰若人 向上熱心的民眾 提供資料來檢視 沾對這個圍規的單位 也只是夾借 罰款最高六千塊 在市府環保局加強調査 頭的鑑識期來領人 加上好心情的民眾提供資料 讓他們兩年時間就請超過三十七萬元的 工庫端 去年我們大概拆了 大概二十九萬九千張 左右的小廣告 那今年是七萬八千張 那也針對兩百零四個門號 來做一個聽話 這工庫的工庫 希望這是大招 最好是他買不到房子 通知說涼漏的工庫 若要涼到的單位 夾借 對他火氣不清理法 或上桌六千塊的法金 也會以電信法和電位加等 環保局好友大家 不要亂打 若要減去就直接開法庭